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压着身下一脸娇羞的人 韩老师 你教我读书 我教你育人过年回家 老姑给我安排了场相亲 据说 对方26岁 教师 有车有房 没爹没娘 有钱 有盐 有边 家里催得紧 所以来相亲 我想了想 条件确实不错 就去见了面 谁承想 是那个高中天天教育 我不要早恋的语文老师 兼班主任 秦昭 选择提四个选项你都选不对 十四亿人你就能找着那个对的了 高中别搞 质量不好 大学在找 白头偕老 当年的针针教会游在耳边 见到对方时 我们彼此都愣了一下 他还是那么好看 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 脸上画着淡淡的妆 皮肤在阳光下白得发亮 细腰下两条长腿尤为惹眼 和印象中的他无二差别 我踩着限量版A锥 顶着一头当初想念半天 就被他拉去理发店的青灰色卷毛 我扒拉着星座的卷毛 一连你现在看不惯我 却干不掉我的得意 哟 韩老师 怎么还没人要啊 反正已经不是我老师了 我率先嘲笑他 韩木眉眼微弯 双手交握 轻笑一声 彼此彼此 勤招同学的早恋不也没结果 一副他早已料到的模样 哼 有没有结果 你心里还没点AC数 那不多亏韩老师当年的针针教会 想必现在的学生更不好带吧 这人都老了 我故意睁着眼说瞎话 他真是一点都不老 颜值抗打得很 他舒展得下双眉 嘴角扬起一丝弧度 那不多亏秦昭同学当年的乖巧懂事 从此以后就再不想当班主任了 很好 是到我报答施恩的时候了 我要把当年挨过的骂 罚过的战通通还回去 既然续完旧了 那就聊点敏感话题 我单手支着下巴 向韩木投去一丝脚狭的笑 韩老师 听说你家催里挺紧的 不如咱俩凑合一下 好歹也算知根知底 韩木微微愣了愣 倾咳了一声 秦昭同学 我比你大四岁就不耽误你的青春年华了 瞧瞧 语文老师拒绝人都说得这么轻心脱俗 哦 我不嫌弃 我就喜欢比我老的 还有社保的 我脱口而出 一阵尴尬后 韩木缓缓开口 我们曾是师生关系 秦昭同学应该知道 有句话叫 兔子不吃窝边草 我望着韩木清秀的眉眼 轻笑一声 巧了 我是这懒兔子 韩木被我的话斗得忍俊不禁 他揉了揉太阳穴 越带无奈的感慨 秦昭同学 你的叛逆期挺长啊 一般一般 哪有韩老师的单身期长 我回到 几年不见 秦昭同学的口才是越来越好了 惭愧惭愧 都是韩老师教得好 很棒 虽然过了把嘴瘾 但我好像把天疗死了 直到一声中气十足的声音 打断了尴尬 韩木 你也在这呀 我抬头一看 又这不是 我那体弱多病的体育老师吗 这位是 体育老师 带着一脸八卦的表情 问韩木 忽然又盯着我的脸 看了几秒 眼睛溜溜转了几圈 我怎么感觉这小子 有点眼熟呢 韩木淡淡开口 秦昭 体育老师恍然大悟 哦 就是当年早恋 天天愁得你睡不着觉的那小子 我 差点没认出来 秦昭 现在跟你那早恋对象 有结果了吗 我 听我说谢谢你 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大过节的 你多冒昧 我呵呵嘎笑 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高老师一上课就生病的毛病治好了没 嗨 我跟你们英语老师结婚了 我的课都给他一个人了 体育老师大大咧咧说道 又问 你俩在这干嘛呢 我和韩木面面相去 不如今天就到这 他率先提议 那行 加个微信 韩老师 我说的 您好好考虑一下 我问 他掏出手机 调出二维码 我顺利加上微信 我开着我的GTR 他开着他的白色奥迪 各回个家 到家后 我妈瞬间 化身挂地的茶 追在我屁股后边 不停打听 先问我人怎么样 又问我长得漂不漂亮 听我说完 他满意的不行 虽然岁数大了点 但岁数大的会疼人 我妈又追问 听你老姑说 那姑娘是高中老师 哪个学校里呀 以后孩子教育都不用愁了 我呵呵 跟我高中一个学校的 我妈听完 瞬间更兴奋了 哎呦 这可不是缘分吗 还知根知底的 也算有感情基础 感情基础 是 感情基础深得很 高三下学期那年 我们班主任休产假 韩木成了我们临时班主任 当年的学校 还分重点班和普通班 我们班呢 是普通班中的不一般 班里学生组成有 艺术生 体育生 百烂生 典型的复仇者联盟 而我 就是老师们口中的 几个别人更有甚至无缝的蛋 想当年因为我们班 韩老师可谓是操碎了心 磨破了嘴 身板差点没泪毁 秦昭 你有梦想吗 我的梦想 是当咱们学校的校长 然后给韩老师涨工资 秦昭 藤王阁旭什么时候能备完 明年 问 赵树里是我国当代什么派作家 秦昭同学 你填的什么 蛋黄派 当年的我 是典型的叛逆少年 而韩木是典型的妈系老师 而且 跟我死磕 因为我上课总是跟同桌说话 所以他给我换了不下十次座位 班里的东西南北中方位 上中下路 都有过我的身影 最后我跟他说 韩老师 你就甭费心思了 我跟谁都能落一块 最后 他在讲桌侧面 给我单独开辟了一个超V雅作 在他眼皮子底下 被他发现了我的早恋情书 听说小情侣晚自习下课后 都会偷偷去学校小树林约会 于是 他天天去小树林读我 然后奖励我熟悉的办公室一日游 他苦口婆心地教育我 早恋是指开花不结果的树 我不听 他又教育我 高中别搞 质量不好 大学再找 白头到老 我反问他 那韩老师大学找的白头到老了吗 他叹了口气 情招 选择提四个选项你都选不对 十四亿人你能找到那个对的 我一脸自信 他就是那个对的 韩慕无奈那你倒是跟老师说说喜欢他什么 我说温柔善良漂亮身材好 韩慕一脸不可置信 果然爱情使人盲目 何梅那130斤的体格子你是从哪看出身材好来的 何梅是我们班练千球的体育生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跟我是发小 得知我暗恋他那天 兴奋地抱着我差点没屁股给我做死 情招 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 见劝我不动 韩慕便改劝何梅 现在过早谈恋爱 没有结果 都是给别人培养老公 可何梅的脑回路易于常人 别人的老公 韩老师 你这么一说 还挺刺激 往事不堪回首 我洗漱完 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摊在床上 点开韩慕的微信 万年不变的风景头像 点开朋友圈 竟然一片空白 这个时代 竟然还有不发朋友圈的人 这种人最可怕了 典型的你的生活 我不想错过 我的生活你休想知道 我发去一条微信 韩老师 在干嘛 等了好久 没有回复 打开手机游戏 来把王者农药 结果 五连贵 我很狂躁 有人夜里开车 有人夜里看海 有人二十几岁 还被小学生骂真菜 我都这么菜了 怎么还不是他的菜 想起当年自己上课 偷偷玩游戏 被韩慕带到 他把我手机放到讲桌上 让全班同学看着 我是如何一步步被杀 被队友骂 被举报的 游戏玩了四年 连个新药都没上去 现在终于明白 这个段位 为什么叫永恒钻石了 又菜又爱玩 越想越来气 韩慕还不回微信 我打开微信发送 韩老师 你们那回个微信盼几年 不回消息 就拿手机换个不锈钢盆吧 还不回 韩老师 手机是被校长没收了吗 想当年 韩慕为了没收我们的手机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他说 我们的英文发音不好 于是教我们念 Tizery 念完后 班里响起了一声声的 我在 你就说 这人有多狡猾 手机响起一条微信提醒 抱歉 刚才有事 没有看手机 紧接着 手机又收到一条消息 来自高中同学徐文问 秦昭 明天记得一定要来呀 差点忘了 明天是他婚礼 结婚对象是我们班学委 对了 正婚人是咱们班主任韩老师 这两个老六 不仅偷偷早恋 结婚还请班主任当正婚人 真想单手甩他个666 这时 我妈突然砸门 一脸止不住的兴奋 昭昭啊 你老姑刚打电话过来说 今天相亲的女方 对你印象挺好 印象挺好 那是谁说的 怕耽误我的青春年华的 我妈怕是不理解 宇文老师的措辞 你老姑说女方那边家长 一个是搞科研的 一个是大学教授 小姑娘年纪轻轻 就是优秀教师 这妥妥的书香门第 跟咱多班配哈哈 我揉着脑门 看着我那恨不得 立马现在就要抱孙子我妈 无奈地问道 书香门第的优秀教师 和野际大学的X二代 妈 你是从哪看出班配来的 没错 我家就是穷人诈富的典型代表 文化不多 但房子多 神 什么野际大学X二代 那叫海归高富帅 嗯 我妈是懂如何立人设的 我妈继续喋喋不休 听你老姑说 这个孩子从小 是跟她小姨长大的 现在小姨身体不大好 就操心她的终身大事 我看这个小韩老师就不错 你给我努把力 争点气 哼 我也想争气 但是关于韩木的家庭情况 我之前真的一无所知 好不容易给我妈年走 我翻出手机 给韩木发去一条微信 韩老师 听说你对我印象挺好 过了好一会 才收到他的回复 我对秦昭同学一直印象挺好 我发了个白眼 语文老师将反讽运用的恰到好处 韩老师 我明天车现号 听说你也去参加徐文文婚礼 能顺路接我一下吗 现号是假的 想让他来接我是真的 我给韩木甩过去一个地址 他回复 好 啊呀呀 我抱着被子开心地翻滚 第二天一觉睡到日上三杆 韩木准时到达我家楼下 他套了件喀瑟风衣 一脚下摆随风微微飘动 露出一小节雪白的小腿 整个人靠在车旁 眉目含笑 本就温柔如玉人 衬托得更加养眼 看我出来 他向我挥了挥手 嘴角的弧度再次扬起 不得不承认这一幕很戳人 我真是个眼狗 一下就戳中了我的心疤 我坐进了韩老师的车 车里竟是溢水的原车内饰 连个小挂件都没有 我有些意外 女生不都是喜欢把车 打扮的花里胡哨了吗 那个 韩老师 你不觉得这个车 不太符合您的气质吗 我终于忍不住开口 那什么符合 GTR 他侧头倾笑 啊 911 炫酷的跑车 加上纯玉系的颜值 想想就绝 秦昭同学 人民教师首先要低调 韩木提醒我 呵 这也太低调了 有种滴滴专车的错觉 婚礼现场很热闹 简直就是一大型同学聚会 秦昭 这儿 哟 韩老师怎么跟你一起来了 几个同学打着招呼 半路碰见韩老师蹭了个车 我笑着解释 韩老师 您快坐 几个同学招呼着韩木 来秦昭 做你绯闻女友旁边 有个同学打去道 并给我让出一个位置 位置旁 坐着的是和美 几年不见 那个四肢发达的阳光少女 竟然瘦成了前凸后翘的身材 留着一头的长卷发 还真有点意外 别瞎造谣哈 她威胁着旁边的人 我没推脱在那个位置坐了下来 反正 你跟秦昭两人都单身 干脆凑一对得了 现在搞对象可不算早恋了 韩老师也不能管了 你俩要是成了 也找韩老师当证婚人 您说是吧 韩老师 同学们你一句 我一句打去着 韩木轻轻笑了一下 没有回应 肆意邀请证婚人至词 她欠前身 向舞台走去 我望着台上的韩木 身高腿长 嘴角挂着浅浅的笑 她淡定接起话筒开口 大家好 我是二位新人的高中班主任 大家都知道 高中不能早恋 所以站在这里 我有些惶恐 我觉得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班主任 台下顿时响起了一片笑声与掌声 作为老师 我见证了她们的轻松岁月 也见证了她们那段非常美好的年少时光 同时也见证了她们考上大学的喜悦 说实话 她们刚在一起时 我是拒绝的 正如她们俩所说的 她们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开始的爱情长逃 她们也是我拆过的众多CP中的一对 但是她们用她们的幸福狠狠打了我的脸 但是我希望这种幸福的耳光以后可以多来一些 韩木幽默风趣的发言 又引得了阵阵掌声 我也不禁笑了出来 而坐在我一旁的和眉突然出声 秦昭 我有个冒昧的猜想 我不解看向她 和眉凑我耳边 犹豫再三 支支吾吾小声问道 你高中喜欢的人 不能是她用眼神指了纸台上的韩木 我心突然一紧 慌张开口 你确实够冒昧 当年大家都以为我暗恋和眉 那是一个午后 韩木的语文课 窗外忽然下起了雨 怀春的少年总是诗 我在纸上酸溜溜写了一段话 窗外下雨了 你没看我 我没看雨 HM而一阵风吹过 将纸吹到了后桌和眉脚边 她捡起看完后红了脸 秦昭 原来你暗恋姐呀 结果她嗓门有点大 引起了韩木的注意 从那以后 我俩就被韩木针对了 所有人都以为HM是和眉 其实不然 其实 我第一次遇见她 是在17岁的时候 只是她不记得了 从一开始 我便知道 这场暗恋是一场哑句 说出来便会成为悲剧 所以 关于喜欢她这件事 一直是我不敢宣之欲口的秘密 消想自己的老师 是我自己的不自爱 也是对她的羞辱 只好做着叛逆的事 引起她的注意 想着这样她会不会 对我印象深刻一些 现在想想 也真是幼稚 直到毕业那天 我鼓足了勇气想要表白 却发现有个男的开着豪车 在学校门口接她 那天 我送给了韩木 一束白色的封信子 花店老板说花语是 不敢表露的爱 我红着脸 结结巴巴说了句 韩老师 其实 我一点也不讨厌你 后来家里便安排我出国读了书 事隔经年 没想到还会有交集 婚礼结束后 我照旧又蹭了韩木的车 音乐电台里播放着音乐 是阿拉斯加海湾 乐声飘荡 阿拉斯加湾是世界九大著名海湾之一 海面呈现两个颜色 由于密度关系 两片海不能融为一体 就像有些感情 终究不能在一起 比如 我这场悄无声息的暗恋 我一时失神 韩木似是察觉到了我的异样 稍稍打趣 我记得秦昭同学下来能言善辩 怎么就会突然安静了 我马上变脸 哎 我只是伤心 当天要不是您来的不让早恋 我也不至于单身狗到现在 韩木被我逗笑了 我马上穷追不舍 韩老师 反正咱俩都没人要 家里又催得紧 不如咱俩凑合一下 我双手还胸 一脸玩味地看向韩木 人品好 性格好 身高185有腹肌 你值得拥有 确定不考虑一下 韩木看着我 忽然就笑了出来 秦昭同学对待感情 还是这么冲动 不怕重蹈当年的覆辙 我一脸自信 从哪跌倒 就从哪爬起来 秦昭 我比你大四岁 啊 巧了 我就喜欢郁姐 气氛一时尴尬 直到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 他短暂接完后 突然加快车速 朝医院开了去 到达医院 他才反应过来 我还在车里 抱歉秦昭 我太着急了 忘了你 我忙解释 不用 不用管我 救人要紧 我慌忙跟着去了医院 有个医生向韩木解释着说什么 突然指标异常 韩木坐在急救室外的椅子上 双手撑着额头 满是担忧 会 会没事的 韩老师 你 别担心 我不知如何安慰他 只能说着苍白无力的话 韩木叹了口气 他转头看向我 嘴角硬扯起一起微笑 嗯 这个时候还记得顾及他人的感受 他好像一直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人 大待一个小时候 急救是门开了 医生说不用担心 恢复正常了 韩木终于松了口气 我跟着他去了病房 床上躺着的是一个颇有气质的中年女人 只是脸色苍白 他见到韩木身旁的我后 眼里闪过明显的惊奇 小木 这个小伙子是 我笑着打了个招呼 阿姨您好 我是秦昭 哦 你就是前几天跟小木相亲的小伙子 长得真帅 他强打起精神 拉着我的手 笑着打量着 小姨 医生让你多休息 一旁的韩木忍不住提醒他 嗯知道了 这就休息 小姨委屈得扁了扁嘴 又对韩木命令道 热水没了 你去接点开水来 韩木无奈笑笑出了门 秦昭 这可是韩木这么多年头一回带男生来 看来他很喜欢你啊 小姨看着我笑得一脸开心 可是我该怎么解释 我只是顺路来的 韩老 韩木之前没有过男朋友吗 我想套一套关于他的感情史 哎 就上学的时候谈过一个 毕业的时候分手了 后来我得恩药毒症 又换了颗肾 这孩子就把时间都用在了照顾我身上 也是我耽误了他 小木十多岁的时候 父母意外去世了 便一直养在我身边 就像我的亲闺女一样 我一时亚然 没想到韩木的经历 竟是如此的令人心疼 情招 小木其实是个心思很重的人 他从小就懂事 懂事得让人心疼 他不说 其实我知道 他心里是渴望家庭的 我真开心 闭眼前还能看到小木成家 阿姨拜托你 一定要好好对他 让他开心一些 韩木小姨拉着我的手 泪眼婆娑 我鼻子一酸 笑着点点头 我会的 韩木拎着暖水壶 从外面回来了 看着我们两个人 不明所以 我太喜欢情招了 一时多聊了会 好了 现在还给你 情招 有时间去家里玩 我笑着回道 嗯 阿姨身体快点好 到时候我去拜访您 好啊好啊 一开心 什么病都没了 韩木送我离开了医院 他若有所思的样子 望着我久久没有说话 情招今天谢谢你 嗨 韩老师太客气了 举手之劳而已 以前我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都没跟您说过谢 当年我这个叛逆少年 可是没少给他添毒 韩木神色微动 轻声开口 情招 其实我是个特别无趣的人 比你大不少 还是你的老师 我忍不住打断他 韩老师 这样拒绝人 真的大可不必 韩木倾咳一声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嫌弃 我比你大 我们可以试试 不嫌弃 不嫌弃 我忙说 又马上改口 不是 我愿意 犹豫一秒 都是对他的不尊重 也生怕他反悔 虽然我知道 他是为了让家长安心 虽然我知道 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 但我就是一个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 况且 那可是我喜欢了多年的女神 那天晚上 我开心的一整晚睡不着 啊 你爹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忍不住跟好兄弟分享 他毁我 难道你变成了一条狗 滚你妈 父亲追到自己女神了 他 舔狗倒霉十辈子 我 你别管 这次是真爱 我感觉自己恋爱脑 已经长出来了 第二天 又忍不住想去跟他取取经 像我这种母胎solo的人 约等于恋爱白痴 我下楼准备开车 却发现自己的车背上了锁 我去 这是哪个傻缺干的 我气得在车旁边团团转 直到一个声音出现 秦昭 这是你的车呀 抬头一看 穿着警服的 不正是和梅吗 别说 还挺人目狗样的 和梅 你现在当城管了 别告诉我 我车是你锁的 你车非法站到了 他解释着 我一时无语 你 你真是诚信 敬业 一点不友善 我咬牙切齿微笑 就 交完罚款 我联系给你开锁 他不好意思陪笑道 我着急走啊 姐 我无语 你去哪 我送你 行吧 于是我坐着警车 去了好兄弟家 逆子出门吓傻了 我靠 秦昭 你滴滴打车 打了个警车 嗨 看见那个警察了吗 我高中同学 我无语解释 逆子眼睛低溜溜 转了一圈 长得还不错 这制服 这身材 他能一手撂倒你 这样的三个 我忙拉着 响如飞飞的他溜了 跟他讲了我的经历后 逆子有点控制不住了 我靠 女神就是你曾经暗恋过的女老师啊 原来你喜欢郁姐呀 快冲啊兄弟 这也太带感了 可是他不喜欢我 他跟我在一起 只是想让家里人开心 我有点泄气 而且 他还是我的老师 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逆子一脸无所谓 这有什么 你现在又不是他学生了 国家规定 不能跟以前老师谈恋爱了 还有 秦昭你能弄争点气 一天天就嘴巴扒得厉害 到时就怂 他说的都对 我竟无力反驳 那我该怎么办 拿下他 兄弟 你要相信自己的魅力 聊他 主动出击 尤其不经意之间的肢体接触 就你这颜值这身材的 直接沦陷 尤其他这种好长时间 没谈过恋爱的圣女 行吧 听君一喜话 省我十本书 可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除了偶尔陪寒木去医院 他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图书馆 他捧了一本厚厚的文学史 读得如痴如醉 我换了一本 又一本笑话合集 最后 我悄悄打开手机 玩起了游戏 刚开团 突然低沉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节奏 无聊了 抬头望见 他深邃幽黑的眼眸 我下意识把手机往背后藏 没 时隔多年 被班主任抓包的恐惧 再次袭来 以前上课偷偷玩游戏 被寒木抓到 他变态般地将我手机 放到讲桌上 屏幕对着我 我就眼睁睁看着 我是如何被队友骂 如何被团灭 如何被举报竞赛的 可是我早毕业了 我还怕个锤子 是有点无聊 哪有约会天天泡图书馆的 而且 我还是快按怀心思的荒调 我决定了 主动出击 家附近新开了个游乐场 我约寒木一起去玩 都说女人喜欢男人穿衬衫 为了风度不要温度 我上衣只穿了件薄薄的 青灰色衬衫 一出门 冻得神清气爽 游乐场门口咖啡店 寒木抬了抬手 问我喝点什么 我下意识回 冰美试 他皱了皱眉 大冬天喝冰的 我们热血青年 就得时刻加冰 我一本正经解释 他笑着打亮了我一眼 那热血青年 你抖什么 我 我物理取暖 最后妥协了 我来了杯热拿铁 右手握着咖啡杯 左手在空气中越来越冷 在迈出第一百个步子时 我趁其不备 将手伸进了 韩木的大衣兜里 韩老师 我觉得你的衣服比较暖和 他微微一愣 脸却红到了耳根 我手扶插在他兜里 慢慢走着 他随着我的脚步 一步步 在第二个一摆步时 我终于忍不住小声开口 韩老师 你以前跟你男朋友约会 都不牵手的吗 韩木脸又红了一度 慢慢将手伸进了口袋里 我迅速抓住了他的手 手上的温度迅速传导过来 我的手渐渐变暖 心也是 他微微蹙了下眉 手这么凉 改天再去吧 今天太冷了 容易感冒 别啊 好不容易有点机会 我怎会轻易放过 那去玩玩蹦极吧 就玩了一个 双人蹦极 是要抱在一起的 我想制造点亲密接触 再者我还想知道 韩木在极限运动中 也会情绪失控呢 他永远一副云淡风轻 温温柔柔的样子 太危险了 换一个玩 可他有点怕 不危险 有安全防护的呀 我反驳 清招 你没看过 蹦极的事故新闻吗 那都是个例 我拉着他的手 将他揽至身前 微微低头 你不会是害怕吧 他有点欲言又止 我望着他微红的脸 一时有些心动 大着胆子 将他抱进怀里 飞快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我会保护你的 他的耳根陡然红了 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 请招你 你跟谁学的这样 我坏笑着回 交不言 事之堕 有你一半原因 韩老师 韩老师终究是没有违背 妇女意愿 陪我玩了蹦极 高空坠落 瞬间失重感袭来 我吓得嗷嗷乱叫 紧紧抱住他 而他 全程竟然一言不发 上来后 他脸色发白 额间有层细细的汗 韩老师 你没事吧 你是 恐高吗 我有点担心 又有些后悔 拉着他一起玩 没事 他安慰我 可他明明就像有事的样子 我突然想到了 小姨对我说的希望能让他开心一些 高空坠落 多少人声嘶力竭 而他却默不作声 过了好久 韩木以神色如常 我终究没忍住问了出来 韩老师 蹦极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呀 他嘴角扯起一丝笑 没什么 我有点泄气般 默默低下了头 明明就有 他却不说 晴昭 以后能喊我名字吗 他开口打破了沉默 嗯 韩老师不好吗 他轻笑了一声 总觉得有股罪恶感 扑 好吧 韩 韩木 我试着开口 总觉得有种大逆不到之感 和莫名的刺激感 嗯 他轻声回 回去吧 天气太冷 他缓了缓神色 又说道 可刚走没两步 却碰到了一个人 挺巧啊 韩木 男朋友 一个西装革履一身精英打扮的男人 眼神从我身上扫过 带着些敌意 韩木的前男友 四年前 我在学校门口见过 嗯 韩木回道 我记得你不喜欢这些的 那男人笑笑 陪他 韩木淡淡回 哥们 这个游乐场我家的 以后替我名随便来玩 那男人朝我狡黠一笑 家里一张名片 放到了我的口袋 韩木的手一紧 头也没抬的拉着我走了 我不说话 他也默不作声 最终还是我打破了安静 韩木 你们当年为什么分手啊 我其实那时候见过他 来学校找你 他家条件挺好的 毕业后 他不想让我当老师 希望我去他家企业辅助他 我没同意 就分手了 他淡淡开口 神色自若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名片 李文旭 万和集团总经理 万和集团 国内的百强企业 我记得董事长也是姓李 所以他是万和的公子 韩木没有否认 如果当年他们没有分手 估计现在韩木早就是 豪门扩胎了吧 不会后悔吗 后悔什么 分手和选择当老师 韩木轻笑一声 摇了摇头 不会 他顿了顿又补了句 我们当年都没有坚定地选择彼此 也没有什么后悔和放不下的 我的心稍稍有一些松动 可还是忍不住小声抱怨一句 可我有点不开心 韩木皱了下眉 看向一脸委屈的我 什么 我转头直指对向他的视线 韩木 我说 你男朋友吃醋了 韩木忍不住笑了出来 其实他笑起来很好看 请教同学 我不太会哄人 你可以教我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就抱一下可以吧 我低头望着他 紧接着 他伸出手轻轻抱住了我的腰 我的心一下就化了 韩木 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的 我将他抱在怀里 有些满足 又有些心疼他 韩木 我希望你永远开心 得知我们两个在一起后 我妈开心疯了 韩木小姨的身体 近期也一直很稳定 年后聚餐 两家开启了夸夸模式 小姨 我真是越看朝朝越喜欢 你说小小年纪 就自己出过留学 多上进的孩子 说得我老脸一红 我只是成绩太渣 无奈出过水了个学历 我妈 哎呦 哪有小木优秀啊 名牌大学高材生 年纪轻轻就是优秀教师 现在学生也不好带吧 平常工作应该蛮辛苦 小姨 哈哈 还好还好 就是刚工作第一年当过班主任 那时候有个挺叛逆的小子 挺让他操心 辛苦麻烦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再也没当过班主任了 现在还好 我脸更红了 小姨说的那个麻烦的叛逆小子 我很难不对昊如座 你俩自己去玩吧 不用陪我们 两人贴心地提醒我们 外面好像在放烟花 可以去看看 我起身将外套递给了韩木 他嘴里还含了一块糖 嘴巴鼓鼓的 很可爱 可能他也受不了这热烈的氛围 我们来到了小区楼下 附近有人在放烟花 一朵朵绽放在夜空 好看极了 附近还有几个小孩 在玩着摔炮 韩木望着夜空 有点失神 还有点忧郁的样子 直到一个小摔炮 在他脚边突然炸开 他吓了一下躲到了我的怀里 我盲伸手扶着他的腰 低头对上他的眼睛 他明媚好齿的模样 秦昭 有什么新年愿望吗 他脸有些微微的红 抬着头问我 我低头附在他的耳边 希望新的一年 韩木天天开心 希望你天天开心 也希望你能多喜欢我一点 你这样说 好像我每天很不开心一样 他挑眉略带不解 也不是不开心 但也不是很开心 说不上来 总感觉他 情绪一直淡淡的 你能告诉我 那天蹦极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吗 我小心翼翼试探 至少那一刻 他的情绪肉眼可见的并不好 韩木神色动了动 他抬头望了一眼夜空的月亮 又低头沉默了许久才开口 我父母当年是飞机师事出的意外 走之前他们还说 学生的试卷还没判完 要在高考前再帮学生提升几分 那天从高空坠落时 我在想 当年他们从更高空落下 是什么感受 绝望还是恐惧 我一瞬间 愧疚感涌入心头 我当时为什么要他陪我玩 我真痛得该死啊 对 对不起 我不该 不是你的错 韩木笑着摇了摇头 可我的愧疚感还是难以抑制 我想象不到 他一个女孩 年幼丧失双亲的痛 他一定很难过吧 可我却偏偏不会安慰人 不知如何开口 我局促地抱住了他 叹了口气 韩木 怎么才能让你更开心一些呀 他靠在我的怀里 去笑着安慰我 我现在就挺开心的呀 小姨的身体越来越好 工作顺利 生活安稳 还有呢 我盯着他 四目相对的瞬间 他有点害羞 还有你 他低下了头望着脚尖 沉默了几秒又问我 秦昭 你是不是恋母啊 你条件也挺好的 干嘛要跟我在一起呀 恋母 我又不是梅妈 我被他都逗笑了 再说 就他那张脸 说比我小都没人怀疑 韩木 我不恋母 我恋你 还有 你这么好 被人喜欢也很正常啊 他眸色微动 直直望着我 突然点脚吻上了我的嘴唇 然后迅速离开了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我的女神竟然主动亲我了 我愣在那里 她望着我的神色 有点慌张道歉 抱歉 是我唐突了 我回过神 忙抱紧她 亲了回去 她嘴里是糖果的余味 淡淡蜜桃甜香 萦绕在口腔 整个人都上头了 韩木 以后请你多唐突一些 我可太喜欢她主动了 夜空榨起一朵朵烟花 我感觉自己脑子里 也放起了烟花 那是我越长越多的恋爱脑 秦昭 谢谢你 我今天很开心 她安静地望着我 缓缓开口 谢谢 我也很开心 开心得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可是这场开心 并没有持续多久 便被不速之客打乱了 韩木的前女友李文旭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了我 她神色不屑 浑身上下的奢侈品牌 logo 一脸胜券在握 秦昭 你不会以为 韩木真的喜欢你吧 我无语 大哥 一个合格的前任 应该像死了一样 你这是唱的哪出 她不屑之辩 瞥了我一眼 当年 是我提的分手 我想让她和我一起 管理万和 她却固执地 非要当个高中老师 你不知道吧 分手四年 她再也没谈过恋爱 她这个人极度缺爱 我又是她的初恋 只要我回头 她绝对会回到我的怀抱 我不知道 其实不然 毕业后 我悄悄关注了韩木的微博 她偶尔会在微博上 分享一些日常 四年来 我像个偷窥者 她的每个动态 我都翻了无数遍 幸好微博 没有访客记录 也幸好思念没有声音 我窃喜她还单身 又忧心于 她是否是对前任 无法释怀 你跟我说 这些是几个意思 如果你们彼此 都没有放下对方 那这四年来 你们又没死 为什么没有复合 家里给我安排了联姻 可我不喜欢 她叹了口气 低声解释 哦 那你是要 韩木当备胎 还是小三 我吃笑 我离婚了 我会追回她的 她咬了咬牙 像是在跟我下站书一样 那你来跟我说 是几个意思 给我几百万 让我离开她 我摊摊手 我们是彼此的初恋 当初分手 也是无奈之举 我不信她能放下 我更加无语 搁着跟我秀深情干嘛 没事吧 我抬脚欲离开 李文旭却在我身后提醒我 秦昭 你原来是韩木的学生 你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会毁了他的事业吗 我没有理他 二月一号 是我俩相恋的纪念日 他不知为何 说了这样一句话 可我突然去想到 韩木的微博 每年的二月一日 都会发一张天空的图片 没有任何文字 可能他真的没有释怀吧 初恋 谁能彻彻底底放下呀 就像我不也是这样 日思夜想的 惦解了他这么多年 这几日 我心里乱得很 思索再三 我觉得我 还是要想听到 韩木亲口承认的答案 我沿着熟悉的街道 慢慢就走到了学校的门口 熟悉的门头 熟悉的蓝白色校服 两个刚下课的老师 说笑着走出了校门 最近你们班几个学生挺麻烦 爱别提了 现在这孩子 一个比一个叛逆 天天烦的我不行 我突然想到了 那日韩木小姨 说笑间那句 有个叛逆的小子挺麻烦 从那以后 就再没当过班主任了 我顺时觉得 自己像得跳梁小丑 我一直好像都是麻烦般的存在 当年 韩木应该也是 烦透了我这种学生了吧 而校门口 此时 却走出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韩木和他的初恋李文旭 两人不知说了什么 韩木哭着 拉住了李文旭的衣角 像是求他一样 我本该冲上去质问他们的 可不知为什么 突然间就怂了 我沿着马路 不知走了多久 拿出手机给韩木发了条消息 我想去云南旅游了 那边很暖和 能陪我一起吗 他回了句 好 我问 2月1号可以吗 过了许久 他回复 那天不方便 换个时间吧 我望着手机愣了好久 果然 人不好尽所有期待 是不肯说再见的 时间久了 倒也不知道 对他是喜欢 还是执念了 我沿着路边 漫无目的地走了好久 最后找了清八进去坐坐 刚坐下 就碰到一个熟人 何梅 一个人在角落喝着闷酒 我敲敲他的桌子 他恍惚抬头 喝得还不少 秦昭 你怎么来了 我端起一杯酒 一饮而尽 失恋了 他一拍桌子 怎么回事 你也失恋了 来来来拍个照片 发个朋友圈 我不是一个人 说着就举起手机 打开了摄像头 我更加无语 你跟谁练的 我咋不知道 就你好兄弟呀 我 这都啥时候的事 你俩啥时候 在一起的呀 我怎么不知道 昨天在一起的 今天分的 他委屈地说 我 为啥呀 我不解 他让我给他从楼下 带个烤串上去 可我看他家楼下 卖烤串的事 站到金颖 我就给红走了 后来才知道 那一卖烤串的是他爸 他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你可 真是个人才 我看着何梅 一杯杯戒酒消愁 一时都忘了自己失恋的痛 直到一个熟悉的瘦弱身影 出现在我面前 秦昭 为什么不回消息 我歪头向他扬起一丝绩笑 没有故意不回你消息 只是你太重要了 我觉得 回什么都配不上你 韩木眼底闪过一抹怒气 紧紧握着双手 秦昭 什么意思 我抬手指了指旁边的何美 你也知道 我从高中就喜欢他 现在我们在一起了 等结婚还要请韩老师当证婚人呢 一旁的何梅喝得孕孕糊糊 对 韩老师 一定要来呀 韩木眼睛微红 死死盯着我 秦昭 我们还没分手 没分手 多出点对象怎么了 我打字快 又不是聊不过来 抓不住我的心 就别说我花心 我一字一句戳着他 这次 我不想再让自己那么狼狈 那么卑微 韩老师 我不想叛逆了 我放过你了 我向他挥了挥手 也像我那场旷日持久的暗恋 说了再见 或许 散场才是人间常态 像是扔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突然有点轻松 却又觉得空空如也 那几日 我总是恍恍惚惚 直到某次路上遇到了体育老师 他看着我 一脸欲言又止的模样 高老师 您怎么了 他叹了口气 哎 你跟韩沐的事 怎么会这样 我一时不解 我们什么事啊 他更不解了 他没跟你说 跟我说什么 前一阵学校平直称平忧 本来板上钉钉的事 结果不知道谁爆出了你跟他的照片 爆料者说你们从上学的时候就有首尾 三人成虎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了 别说直称了 他工作都受影响 好多学生家长现在上书学校要求开除他呢 我慌忙拿出手机 找出学校的贴吧 论坛 学校的八卦新闻的聚集地 最火的帖子 上千条评论 帖子里是我和韩沐在游乐场的一些亲密照片 里面还有我的一些学籍信息 评论里很多话更是不堪入目 什么无德无良教师 狐狸精 勾引学生等脏水 全泼在了韩沐的身上 高老师 麻烦您带我去见一下学校领导 麻烦是我造成的 我去解决 领导您好 我是原高3349班毕业生勤招 关于韩沐老师的一些谣言 我想做一下解释 您现在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录像 我保证自己以下所言均为真实 愿为自己言行 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首先 韩沐是一个非常称职且负责的老师 他从未对我有过任何网上所言之事 是我在青春期暗恋他 从未说出口 所以韩老师一直不知 更不会有所谓的 有损失的师封之位 其次近期 我们偶然再次相遇 是家里安排了相亲 是我心有不甘 才对他穷追不舍 所有事情 都是我一人的自私而至 我很抱歉 也需要能还韩老师一个清白 就这样吧 我也不想再成为你的麻烦了 我写了一封信 信里加了一百块钱 脱体老师带给了韩木 韩老师 抱歉以这种方式 展露自己的心思 本想将这个秘密 藏于心里一辈子的 十六岁的那年夏天 我出门一时大意 被偷走了钱包手机 那天还下着雨 我急得团团转 一个温柔漂亮的大学生姐姐 递给了我一百块钱 让我打车回家 我一直后悔 后悔没有要她的手机号 后来 我经常去那条巷子等她 却再也没遇到 可几年后 她成了我的老师 却也不记得我了 韩老师 谢谢你 钱还你了 抱歉没有利息 可能你不知道 那天你温柔如玉的样子 一直刻在我心上 印在我十几岁的青春里 我不敢说 也不能说 我怕 怕你讨厌我 厌恶我 又怕几年后 你可能连我叫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 我故意做着叛逆的事 引起你的注意 就 很幼稚 抱歉 给您添麻烦了 暗恋是什么 窗外下雨了 你没看我 我没看雨 HM韩木毕业那天 我送了你一束白色封信子 就像不敢表露的爱 后来我去看过心理医生 医生说 在男生女生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容易把欣赏和向往 理解为爱情 其实 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情 我一直告诉自己 这不是爱情 不是 这些年 也遇到不少漂亮女孩 可我总是提不起兴趣 有人问我 喜欢什么类型的 我脱口而出 比我大几岁的姐姐吧 后来 才发现 我不是喜欢姐姐类型的 我是喜欢你而已 我好像一直在放弃你 又好像一直在等你 我不该这样的 我固执且偏执 我不想错过你 可双向的奔赴才有意义 你做了你对的选择 那我只能祝你幸福了 韩木 感谢你送我一场空欢喜 2月1日 韩木微博发了一张天空的照片 我默默点了取消关注 关闭手机 坐上了去大理的飞机 四季如春的城市 春意撩人 我睡了一个很长的觉 第二天醒来 迎着朝阳去逛了逛花市 窗外下起了细雨 我没带伞 却也不觉得寒冷 路过一片片鲜花堆积的世界 一个穿着校服的男孩 跟老板说 我要买一束白色封信子 老板打趣他 又这是在学校有暗恋的女孩了 男孩一时红了脸 突然间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我笑了笑向老板招招手 老板 我也要一束白色封信子 来一束玫瑰吧 轻轻柔柔的声音 当在我耳边 头顶多了一把透明的伞 我转头 望见身旁的寒幕 不可置信 直到他将包好的玫瑰花 放到我手中 另一只手牵起我 撑着伞 走了出来 秦昭 我没有忘记你 只是后来 我是你的老师 你没有提起 我便也未提起 本就是一个举手之劳的事 我也没有觉得你是麻烦 轻生期叛逆嘛 想想也挺可爱的 只是后来总是想起 你毕业的时候 好像有心事 我却不知道原因 我认为自己 不是个称职的老师 所以后来便没有再当班主人 寒幕撑着伞 眼睛微微垂下 望着我 对不起 寒老师 我不该喜欢你的 我轻声开口 我是一个无趣的人 人生向来按部就班地走 没有太开心 也没有太难过 直到有个男生突然出现 跟说希望我天天开心 秦昭 谢谢你 跟你在一起 我很开心 秦昭 我是喜欢你的 寒幕的话一字一句 打在我的心上 像做梦般 听着听着心都有些犯酸 可是 你不是没有放下初恋男友吗 因为他一直没在谈恋爱 那天我看见了 你俩在学校门口 他急忙摇头解释 那天 是他来求复合的 我没答应 他拿着我们在游乐场的照片 相威胁 又扬言要给你找麻烦 我当时有点怕 靠 要知道是这样 我当时真应该过去 给他一顿揍 他分手后 转头娶了别人 我怎么会为这种人放不下 这些年 因为小姨的病 我没有心思谈恋爱 也对男人没什么期待 2月1号不是你跟初恋的纪念日吗 2月1日是我父母的纪念 其实他们出事以后 我就再也不敢坐飞机了 我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那 那你是怎么来的 韩木笑了笑 抬手理了理耳边的头发 二十个小时的火车 穿过了山河 云海 八千里路云合月 去奔赴一场爱的欢喜 天间小雨 些些打在透明的散面 我拥抱了我年少的欢喜 韩木爱秦昭的第一年 是秦昭爱他的第七年 后来 韩木辞去了学校的工作 去读了博 他说当年选择当老师 是为了父母的遗愿 没多久 我们结婚了 我问他 想不想要个宝宝 我知道 他心里 渴望有个家 他有点意外 你这个年纪 不应该更向往自由吗 从前似的 感觉婚姻就像坟墓 孩子更是拖累 如今每次回到家 看到他将家收拾得整洁温馨 从前安安静静的人 如今也变得爱说爱笑 突然觉得 结婚也挺好的 我们的小孩 应该会很可爱 而他 也一定会 将其教育得很好 事业 我勾着某人的腰 质问他 当年逼我背了多久的 腾王隔续 他傲娇瞪我一眼 怎么翻就账啊 我手一紧 将人揽进怀里 背不完 今晚就别想睡 没成想 他竟然一字不落 丝毫没有停顿地背完了 好家伙 不愧是优秀人民教师 我翻身 将人压到身下 韩木 今天我当老师 你当学生 教你一门课程 他猛猛问 什么 叫人体肌肉学 某人一脸娇羞 我欺身上前 韩老师 从前你教我读书 现在我教你育人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